OK,嘿,大家好,这里是视频大拍张,我是Tully 我们的节目专注于视频的前期拍摄以及后期剪辑制作的一些小技术与小技巧 今天要来分享的视频呢,非常适合于拥有松下相机的用户 那这里我有,哦,Shit 我这里有三年前买的GH4 然后这个是老金的GH5S 他把它放过这,他回美国了,所以说给我用了 然后我最常用的GH5,这里还添加了一个手柄 以及拥有松下机器G85还有很多卡片松下相机的用户啊 那这个视频呢主要讲颜色模式 我们先来讲一下,松下的VlogL这个log颜色模式在拍视频的时候 他会遇到哪些问题,然后呢再说一下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以及我最常用的颜色模式和它的设置是什么样的 OK,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在使用VlogL这个log模式的时候会有哪些问题啊 GH4,GH5,GH5S都有这个log模式 那在曝光非常好的情况下呢,其实 这个肤色其实都还是挺正常的 我把这个VlogL加载了 那这个肤色都还还行 但是,只要即便是在天晴的时候,只要你的皮肤上有阴影的渐变 你会发现,放大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它会有断层 然后如果是欠爆的话,欠爆就更夸张了 我们随便找一张图片,你看这张图片 这是视频截图啊,这个脸上这个地方 我靠,能忍吗? 这简直就是脸都绿了 但是这边是绿的,这边又是红的 你看这个断层,好夸张 好夸张 欠爆,看这个欠爆的 晚上的也是非常夸张的 这个区域,看到没有 这个是晚上曝光稍微好一点 但其实也是有这种皮肤的断层的 看到这个地方没有 是不是Vlog要就是这么垃圾呢?就不值得购买呢? 不是的 如果我们在使用10bit颜色模式的时候呢,是可以的 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Abit不行啊 你看这张图片啊 8bit也就是2的8次方,它的数据量是有限的 我们把很多现实中的信息呢,把它采集到数字化 把它放到电脑里把它做成一个视频呢 这个过程是魔术转换 也就是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那这个魔术转换的过程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就是采样率 采样率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把它量化 quantumize 这个好像不叫quantumize digitalize 也就是需要一定的数据量来把模拟信号给记录下来 8bit也就是2的8次方 可以看到这里的数据量是这么多 这右边是10bit,2的10次方 很明显看到这个过度是更流畅的 因为它的信息数据更多 信息更多 所以说过度自然是更流畅的 包括这边的颜色也是 刚才看到这个luminous亮度 这边看到的是颜色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在8bit下log模式它就不行啊 因为你想你要保证那么大的动态范围 你又想把数据量变小 这怎么可能吗?你必须要妥协一样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是用10bit 这两个素材都是10bit 我们来实验一下 我把它加载一个lut 这个是官方的vlog 这个是我的lut包里面提供的vlog 我的lut是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放大一点 看这个皮肤的过度就完全没有问题啊 我不会做截图演示 因为一旦你视频截图了之后呢 它又变成8bit 所以说我必须在剪辑软件里面给大家演示 它这个肤色也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现在我只有在使用10bit视频格式的时候 我才敢用vlog这个颜色模式啊 这个情况一般都是在做一些采访的时候 我才会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拍摄普通视频的时候 有时候我要考虑到用60帧 但是GH5呢 它又没有60帧的 4K60帧的10bit 只有1080p60帧10bit 以前我就 没办法 以前我只能用1080p的10bit60帧 比如说这里我做了一个采访 那我就用的是vlogl 而且是24帧的 这个时候呢 动态范围就会稍微大一些 那我平时用的颜色模式是什么呢? 我现在用的颜色模式全部都是Sunny Like D了 Sunny Like D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些画面都是Sunny Like D 我把颜色给去掉 None 好了 这就是Sunny Like D的颜色模式 那我在相机设置里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使用的颜色设置 进入到相机设置 然后找到这个摄像机的图表 这个就是相机的设置 然后呢 向下滚动找到照片格调Picture Profile 然后你这样滚动的时候呢 就可以找到电影动态范围 这个颜色模式呢 就是英文里的Sunny Like D 那我常用 我的设置就是 把它的对比度调到最低 然后清晰度调到最低 降噪不用改 然后饱和度调到最低 好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Display这个保存 把它保存到自定义里面去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自定义2 是 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到相机设置里面 我们拍视频的时候 可以按下快捷键 快速的把我们的颜色模式改成为自定义1 自定义2 由于我们把对比度和饱和度呢 就都降到了最低 那这个时候画面会看起来稍微灰一点 虽然不是真正的log 但是动态范围呢也增加了一点点 可以看到天只要曝光正确 天空上的高光云呢都是有层次感的 然后阴影的细节呢也没有被丢失 可以看到这个山上这个阴影 也是有细节的 把它转换到REC709 看一下我的LUT 在这个地方 选择REC709 好了现在颜色就转换过来了 那我觉得这个颜色是还是非常舒服的 尤其是对于肤色啊 Sending like D to REC709 看这个肤色可能对于白人的皮肤可能会不怎么好 但是对于亚洲人的皮肤 我觉得我是非常满意的 非常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我找一个这个片段 这个是Sending like D 修改之后会发现脸肤色是偏黄的 整个画面呢也是很灰 这个时候我运用Sending like D to REC709 那这个肤色呢是挺舒服的 在我们使用Sending like D这个颜色模式的时候 虽然它的动态范围会比Vlog 稍微差那么一些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暗部的噪点会非常的少 如果使用Log模式 在夜晚的时候 暗部非常容易出现很明显的噪点 你看这个画面 我闻的是Sending like D的 然后我们加载了Lot之后呢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噪点 我来放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百分之百 可以看一下这个噪点还是非常少的 比Vlog要少得多 画面是非常纯净的 这是Sending like D 画面明显的偏黄偏绿 使用这个Lot矫正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黑色可以再黑一点 但是噪点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调色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看这就是调色之后的效果 这个是Sending like D转换到REC709 然后再调色 那这些照片呢全部是视频截图 4K60帧视频截图 然后Sending like D 对比度 饱和度全部都-5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 动态范围还是够用的 看起来也是挺舒服的 尤其是在这种大晴天啊 天空非常容易过曝 大家在曝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你看这种情况 我们一定要保证高光被保护下来 阴影稍微欠一点都可以 都可以接受Sending like D 然后它也是能够保留住阴影的一些细节的 这个色调呢也是我的LUT里面的 对了很多买了我的LUT的人 他会不知道怎么在Final Cut里 怎么调色怎么用啊 我给大家说在这简单的说一下 比如说这个素材 它原始导进来是这样的 你要做的第一步呢 是因为我是用的Sending like D 你可以先把它调一下 把它转换到REC709 如果你这里是有iPhone拍的 或者是不是Log 或者不是那种Flat 风格的颜色模式呢 直接导进来就可以用了 就不用在属性面板里 调它的校正LUT 直接导过来 然后呢 使用一个调整图层 我的调整图层去哪了 你可以在公众号里面回复调整图层了 好两个素材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添加一个风格LUT 在Final Cut 10的室里面就不需要插件了 直接可以加载LUT 搜索LUT 然后这里有一个Custom LUT 自定义LUT 放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选择一下你自己想要的 就是StarLUT 然后点Open 它也会自动把它加载过来 然后StarLUT里面 这里有这么多素材这么多LUT 你都可以添加 比如说这里随便使用一个吧 不同效果 不同LUT效果都不一样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强度太强了 你可以把这个强度调低一点 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 你把LUT加载好之后呢 再做一些微调就好了 比如说我会把这个 爆光再调一下 我所有的节目都是Final Cut剪的 所以说很多人会说 你这个Final Cut能不能用啊 当然能 不然我节目怎么出的 你怎么也不这个 你怎么不这些 你怎么这些 你怎么放到 那是这个